也许没有人比伊波利托、阿克斯塔更清楚 为什么越境进入美国的人数或迅速上升 他曾经是美国移民特别调查员 他说目前的法律实际上是在鼓励更多的人偷渡 人们非法进入美国的时候 他们会收到通知 要求他们在之后的移民听证会上出庭 但很可能他们不会去 阿克斯塔说 这就需要更多的联盟调查员去拘留那些没有出庭的非法移民 他还表示 要阻止中美洲国家的儿童涌入美国 一个方法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 因为他们付钱给舌头 如果家庭成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 他们的子女也进入美国后 我们必须让他们团聚 让他们所有人一同进入遣返诉讼程序 将他们遣送出境 阿克斯塔有独大的见解 因为他曾多次非法穿越边境 我去过墨西哥 然后通过人口走私者 到达美国内陆城市 我是我们局里这样做的第一名探员 他的书影子捕手 叙述了他做卧底的经历 他如何乔装成移民 然后执政人口走私者 以及那些强奸或虐待移民儿童的人 阿克斯塔在德克萨斯州美墨边境的 墨西哥以美国人社区长大 通晓英语和西班牙语 他认为移民应该尊重美国的法律 当然我理解一些人想要过上好生活 但是我希望他们走正当途径 同时他指责移民法执行过程中的前后不一致 他指出中美洲移民 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在暴力恐惧中 现在他们被准许进入美国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 吃同样理由的海地人却被遣送回国 我们用的是两套标准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阿克斯塔说 政客只是在用移民问题来获得政治加分 而不是真正关注实际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政治放到一边 做对国家最有利的实施 阿克斯塔表示 国会应该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法 给中美中国家和墨西哥贫穷的人们 发放临时签证 让他们有机会在美国工作 同时也要承处那些违法的人 包括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 休斯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